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老规矩是咱们的猜图环节 大家可以猜猜视频中 应出的角色他是谁 答案就在本期视频末尾处揭晓答案 一定一定要看到最后关头 咱们今天来聊聊不同的猫和老鼠 作为一部跨实际的精品动画 可谓是每一个人童年中最重要的记忆 可当我们长大以后 再回头看这部动画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动画中 有这么多的穿帮镜头 今天豪哥就给大家盘点一下 猫和老鼠中的穿帮镜头 第一处穿帮是汤姆脚上消失的钉子 汤姆在古堡中当皇家侍卫时 被杰瑞狠狠地收拾了一顿 在汤姆追逐杰瑞的过程中 一个没留神 脚上就扎满了杰瑞撒在地上的钉子 这个场景看着嗯肉疼 但是因为怕自己的惨叫声朝向主人 汤姆只能咬着嘴跑出城堡后 才有空闲惨叫拔出钉子 但是画师在画这里的时候注意 可能画的并不仔细 本来脚上扎满了钉子 在城堡外就只剩下一颗了 难道走的时候都掉了吗 第二处穿帮是动画中不太科学的影子 在汤姆的家中 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 调制出了一盆小牛奶 可能是用力要过猛了 这盆牛奶开始沸腾了起来 不仅冒出了泡泡 还像喷泉一样喷得老高老高 但是在墙壁上的影子 却只有汤姆端着奶盆的影子 却没有牛奶沸腾式的影子 这不会是画师觉得 画的这盆奶的影子太麻烦了 就懒得画了呢 第三处穿帮出现在了斯派克 那个狗的身上 斗牛犬斯派克是猫和老鼠中的重要配角 同样是主人饲养的宠物 却成为了汤姆生活中的克星 在汤姆又一次捕损过程中 汤姆一不小心就招惹到了斯派克的儿子 这还了得 斯派克当即就出手制裁了汤姆 但是在动画中 斯派克的脖子围着好好的一块仓布 在下一个镜头中 突然就抹得了消失了 难不成他自己饿晕了 在教训完汤姆后 顺手把这块仓布也给吃了 是个傻狗啊 好了 现在侯哥根捕本期的猜图答案了 小伙伴们你们猜出他是谁了吧 好了 喜欢看侯哥讲解动漫视频吗 一定要搜索关注侯哥的 优酷号动漫三分钟 咱们下期再见哦 咱们下期再见